厨房里头李洪翔帮奶奶准备午餐 这天他要做的是蛋炒饭 从小父母亲不在身边 李洪翔跟奶奶林桂英两人相依为命 这几年奶奶因为糖尿病身体时好时坏 而董事的洪翔除了学会帮奶奶打胰岛素之外 家中的大小事也由他一手包办 我会觉得自己住的地方就自己打扫 要不然还要等到谁来打扫也不知道 阿嬷不方便啊 视力不好啊 然后手脚啊 就是没有很灵活啊 所以就是会帮阿嬷做一些事情 一问打开而已 阿嬷回来咯 就说你天天高不高兴 我说当然是高兴啊 说我们要合成不愉快的 我没有变得那么快乐 爱就笑了 不只打扫家里做家事 也因为奶奶长期病痛 双手会不停颤抖 吃饭的时候 洪翔就一口一口的为奶奶吃饭 贴心的举动让奶奶好窝心 而洪翔在学校的成绩也相当不错 是老师眼中的小帮手 而他的孝顺行为也让大家相当感动 就是他都会为他奶奶吃饭 然后就是很照顾他奶奶 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李洪翔 跟他一样孝顺长辈 有一次他奶奶好像云倒了 然后洪翔就很着急 然后从到那个警卫室 其实他非常关心他奶奶 而且他还因为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还哭了很久 其实他对阿嬷的孝顺都是发自内心 他都因为他也就想说 这个阿嬷只有一个 如果说我不好好照顾阿嬷 那我每天放学回家 就再也看不到阿嬷 同学说从洪翔的身上 学习到要孝顺父母 他们也更加的知福惜福 而李洪翔则说 奶奶从小抚养他长大 孝顺他是应该的 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 只希望奶奶的身体能够逐渐好转 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记得来秋风台中说到